大家好,我是惠惠,很多人菠菜讲过来不是炒着吃,就是做汤盒,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做法,保证你还没有见过,更没有吃过,吃起来原汁原味,味道特别的棒,并且营养又健康,下面来看一下吧,首先准备一大把的菠菜,清洗干净,用刀给它切成小段,切好之后,把所有的菠菜放到一个大盆中,下面准备一点配菜,准备半根胡萝卜切成薄片,然后马放整齐,再用我20年的刀工给它切成细丝,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,锅中提前把水烧开,把菠菜放入锅中,菠菜不管是炒着吃,还是做汤盒,都必须要焯一下水,这样才能够去除菠菜里面的草酸,保证营养又健康,菠菜焯水一分钟左右,下入切好的胡萝卜丝,再焯水个一分钟左右,借借不要焯的时间过长,否则这个胡萝卜容易焯烂,看到锅里的水差不多要开了,这个时候立马关火,用一个落网把菠菜和胡萝卜给它捞出来,锅一下凉水,这样能够保持 菠菜翠绿不变色,然后再用你干净的小手把多余的水分挤干,这样吃起来才干香有味儿,所有的菠菜都挤好之后放入一个大碗中,然后用手把这个菠菜抖散,抖散之后先放到一旁备用,再准备三张豆腐皮,有的地方也要千张,倒是这样的开水,把这个豆腐皮烫一下,这样能够更好去除豆腥味儿,烫个两分钟左右,把它翻个面儿, 然后把里面的水分倒掉,控干水分,再用你的右手把它按压几下,挤压出里面多余的水分,下面在碗里打入两个鸡蛋,充分的搅拌均匀,然后把鸡蛋液倒在菠菜上面,再加入一勺食用盐增加底味儿,然后再加入半勺的胡椒粉去腥,用筷子把菠菜搅拌均匀,让所有的菠菜和胡萝卜都裹上这个蛋液,搅拌均匀之后,加上一勺的淀粉,土豆淀粉或者玉米淀粉都是可以的, 再加少许的面粉,面粉和淀粉都有粘性,这样可以防止这个菠菜吐水,搅拌均匀之后,开始下一步操作,把豆腐皮铺在案板上面,再放上三分之一的菠菜,用筷子把菠菜摊匀,两边都要留上一点儿,菜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,用手轻轻的给它捏着两边,把这个千张卷起来,卷的时候尽量卷得紧实一些,这样可以避免散开,所有的豆皮都用这个方法给它卷完,然后一条一条的放到蒸笼里面, 盖上盖子,上去之后大火蒸10分钟,下面我们来调一个万能料汁,碗中加入一勺醋辣椒面,一勺细辣椒面,适量的葱花,蒜末,再来的小米辣,不能吃辣的也可以不用放,再来一勺熟芝麻,拨上滚烫的热油,刺辣一声,这个小味一下子就上去了,再加一大勺的生抽,一勺陈醋,一勺食用盐,半勺白糖,少许的蚝油,最后加入少许的香油,搅拌均匀,这个万能蘸料汁就调好了,无论蘸什么都好, 好吃,这会我们的菠菜也蒸好了,关火,打开盖子,放上之后就可以改刀了,把边上切掉放一边,然后把它切成厚一点的片,这个厚度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切,所有的菠菜卷都用这个方法把它切完,然后给它摆到一个大盘中,配上我们的万能蘸料,一道好吃又好看的菠菜卷就做好了,喜欢的朋友们一定要收藏起来试一下哟,真的是非常的不错,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击关注转发,拜拜